一口气看完刘宋王朝59年历史 公元420年刘玉逼迫进宫地善让后 篡进称帝定国号为宋 为了与赵匡印建立的赵宋相区别 史称刘宋宋武帝 421年宋武帝刘玉已进朝为前车之鉴立行削藩 并重用寒门子弟以此来结束门阀专政的时代 422年宋武帝刘玉在准备征伐北魏时定氏 中年60岁在魏两年 同年其子刘义福继位是为宋少帝 由徐宪之 傅亮 谢慧 谭道记 四人辅政 423年北魏太宗拓拔寺大举恭送 魏军接连恭献 洛阳 虎劳等地 而宋少帝刘义福整日玩耍兮兮 服务正业 徐宪之等人多次建祖 宋少帝也一概不听 424年辅政大臣徐宪之 谭道记等人发动政变 将宋少帝杀害 年仅19岁在位两年 同年徐宪之拥立宋武帝第三子刘义龙为帝 视为宋文帝 426年 宋文帝刘义龙以善杀宋少帝为友 先后诛杀 徐宪之 傅亮 谢慧等人 自此 宋文帝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 430年 宋文帝趁北魏与柔然爆发战争 随即发动第一次北伐 但由于宋军军力不足 加上宋文帝过度指挥 第一次北伐随之失败 249年 刘宋王朝在宋文帝的治理下 人口达到2000万 当时社会经济繁荣 人民生活安定 史称原家之治 450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韬 亲率十万大军围攻悬壤 然而 魏军围攻四十余日 不能破城 宋文帝立即发动第二次北伐 但遭到惨败 452年 宋文帝得知北魏太武帝被杀 随即发动第三次北伐 但却无功而还 453年 太子刘少因屡次犯错 担心被宋文帝责备 就以巫谷术诅宋文帝 宋文帝得知后 有意废除刘少 刘少未求自保 发动政变 将宋文帝刘一龙杀害 中年47岁 在位30年 同年 宋文帝第三子刘俊 起兵讨伐刘少 并攻下健康 将在位三个月的刘少诛杀后 登基称帝 视为宋孝武帝 464年 宋孝武帝刘俊病逝 中年35岁 在位12年 宋孝武帝在位末期 逐渐好久奢靡 贪财好利 同年 其子刘子叶即位 视为宋前废帝 由刘义公 刘元景等人辅政 465年 辅政大臣 刘义公 刘元景等人 看到刘子叶随意刑杀大臣 囚禁诸王 变案中谋划 废除刘子叶 却被人告发 刘子叶亲率与临兵 诛杀刘义公 刘元景等人 466年 江州长使邓婉 以刘子叶 昏报无道为由 计划拥戴 其帝刘子勋为帝 并号召四方 讨伐刘子叶 但向东王刘裕 抢先一步 发动政变 将刘子叶誓杀 年仅17岁 再位两年 同年 刘豫入宫即位 使为宋明帝 并派军将刘子勋诸杀 史称一家之难 471年 宋明帝刘豫 为皇范宗氏和大臣夺位 便肆意屠杀 皇亲宗氏 功臣名将 导致寒门武将 萧道成 趁势崛起 472年 宋明帝刘豫病逝 中年34岁 再位六年 其子刘豫即位 是为宋后废帝 并由袁灿 楚渊等人 辅佐朝政 474年 宋明帝之地 刘修范 因为能成为 辅政大臣 便以清君策为名 举兵反叛 仅用了数日 便攻至建康 但最终被 萧道成平定 萧道成也凭借 此战的胜利 被刘豫败为宰相 自此 萧道成开始 一步步掌控朝政 476年 萧道成又平定 建平王刘景素的叛乱 自此 萧道成 权倾朝野 但这就遭到了 刘豫的猜忌 477年 萧道成在家午睡时 宋后废帝 刘豫闯了进来 用古剑 射中了萧道成 萧道成经过 这次惊吓 便收买 刘豫的侍从 杨玉夫 将刘豫施杀 年仅15岁 在为5年 同年 萧道成拥立 其帝刘准为帝 视为宋顺帝 自此 萧道成掌握 全部朝政大权 479年 宋顺帝刘准 被迫善位于 萧道成 并说出了那句 怨生生世世 再不生帝王家 同年 萧道成 篡宋称帝 改国号为奇 不久 宋顺帝留准被杀 年仅13岁 在位两年 自此 享国59年 历经实地的 刘宋王朝灭亡